花園街大火之后 附近一大旧楼的消防问题引起关注 部分大厦走火通道被阻 也都没有消防喉和警钟 部分严重失收 在油尖旺区议会上 议员质疑消防署 有没有认真执行消防安全条例 这些火灾在一年前发生之后 我们已经要求你消防署加紧巡邻 但我不觉得你们有做 消防署就承认 上星期大火波及的四栋大厦 其中两栋大厦完全没有消防设备 也都没有业主立案法团 但就否认处方失职 我要在此研究声明 我们消防署是没有灾现失败的 但是我们的从事 也都一直惯着我们的程序去做 消防署重申 若果发现有违规 会在24小时内向业主发出 改善消防设备通知书 亦会定期突击检查旧楼 但如果并非目标大厦 就主要依赖住客主动投诉 区议员期望 处方尽快协作加强防火意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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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